今天要特地回到我們之前住的地方 因為那邊已經整理了差不多 請一些廢棄物回收的 去幫我們把裡面的一些不要的東西全部都整理乾淨 那其實那邊已經準備要交接了 然後就想說有蠻多一些觀眾的一些疑問 待會我們去到那邊之後可以跟大家慢慢聊一下 然後順便也讓辣媽就是在我們交接之前呢 讓她再過去看一下那邊 把所有的雜物清完之後 我們那邊的狀況是怎麼樣 我們就出發吧 來 辣媽來 看一下 哇 你怎麼這麼 隔幾個地方 就是溫溫 這個可以聽到很大的 對 這裡放沙發 這邊放一台大塊的電視 那邊是很久 對啊 哇 這裡還會記得那一段風太的時候 灌水進來 這裡 要灌水進來 對啊 風太大了 待會兒那枕頭 一顆我被炸造 這間浴室都沒在用 那浴缸後來 很久以前就已經壞掉了 冰箱節末造料 加什麼糠米 對 那因為呢 這個 椅子啊 這些全部都已經廢棄物處理掉了 所以說我們今天在這邊就沒有辦法 像以前這樣做的DM的頻道 有非常多的觀眾 有一些質疑啊 有一些疑問 各位你們不可能把自己的家屋師攤出來吧 拉巴站的高度剛好 對 剛剛好 好的 那我們先來解答各位的第一個問題 就是賣房子最少都要半年一年 甚至更長的時間 為什麼我們說標題一下說 把房子賣掉了 然後結果感覺好像是在騙大家或什麼 我跟Lian那個時候其實 就有跟我爸談論到這件事情 就是想說這邊的房子也老舊 然後在這邊也住滿久的 那覺得說可以換個環境生活這樣子 然後我爸的意思就是覺得說可以 他其實在他之前還沒生病的時候 本來就有打算說想要把這個地方 把它賣掉 對 那個時候是因為辣媽覺得說 我們那個時候年紀還小啦 就搬家什麼的也不方便 然後再加上雪墟的問題 所以就一直沒有去做這件事情 那 其實說真的這間房子在賣的過程當中啊 也非常的順利 很順利 我們跟辣媽講說這間房子要賣的時候 其實這裡 從我們委託某個房屋 仲介來去做販售 到有人來看 然後跟確定要購買的時間 客戶來看之後 他非常喜歡我們這邊的格局 不管是陽台或者是雙浴室開窗 或者是前面那邊有一個玄關的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陽台的採光 非常好 這個冬天啊 夏天啊 曬衣服是絕對百分之百一定乾的 長度又很寬敞 不會說做的很窄啊 很小這樣子 那底下的中庭啊 又非常的長 因為其實現在的新建案的中庭啊 都非常的小 甚至是幾乎可以說是沒有中庭 他們來這邊看之後 第一次看就很投緣 然後有請長輩來看 看完之後呢 就馬上就握拳 然後就開始處理 對 這是一個大概的過程啊 那再來是有很多人懷疑說 為什麼房子是爸爸的 我們為什麼有辦法 可以去把這個房子賣掉 爸爸生病之後 我們有剩下的一些些貸款 其實都是我跟Lian在叫的 他全權委託 這個時候法律的效應的啦 就是他全權委託給Lian 來去做這件事情的處理 所以他等於就是可以完全的去跟這個 仲介公司去洽談所有的事情 那包括說呢 確定要販售之後呢 代書那邊也會非常謹慎的 到養護機構那邊 跟爸爸做一個面談 確定說這間房子 真的是有賣 然後也是全權委託給Lian去做處理 那這兩個部分就去跟搭說明 對 賣房子有時候賣半年一年兩年 你可能都賣不出去 可是我們這裡就是真的很多人喜歡 因為不管你是要往北往南 甚至你要上高速 這邊整個附近都非常的方便啦 便利性真的很好 莊慶國小 師伍國小 然後頂晶國中 勵志中學 宿德加商 然後高英大 正修 都非常近 最重要最重要一點就是我們這邊採光好 我們這邊就一組來看 就一組而已 所以有時候其實 有些觀眾比較偏激比較極端的 你可能不了解人家家庭狀況 或者是你看社會新聞 你也不了解實際的狀況 你們常常都會簡單的用 你的幾根小指頭 然後去打一串字 打一些字 然後去攻擊人家 或者是去用你自己的自身立場 去評論一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會凸顯得很無知 是因為 你不了解他事實是怎麼樣 內幕是怎麼樣 歐哥說像這樣的媒體 新聞媒體這麼多 所有報導出來的都是真的嗎 畢竟我今天拍的是生活影片 我覺得有很多東西 要讓大家去跟我們的生活融入 你們才會有那種接地氣的感覺 你才會 在看影片的時候 你可以感受到這個影片中的一些環節 一些氣氛 然後甚至是可以去 跟你自己本身的生活 所以我可能有去共鳴到 這才是影片拍出來的用意 不是說要去讓大家看 喔 很可憐啊 怎麼樣之類的 不是這樣子 其實坐在這邊吃東西 有一種懷念感 對啊 然後再來還有觀眾說 大媽搬到新家之後 反而對她不好 因為左臨右色都不認識 沒辦法聊天 大媽本身啊 是不喜歡在那邊 七嘴八舌 對對對 她下去倒垃圾啊 都是倒完就直接上來 我也去特別跟鄰居講話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邊老建設 住的都是婆婆媽媽 一個比一個還八卦 你家裡只要發生一個什麼事情 就開始喘 我的個性也是很獨立獨立的 我不會說到那裡 這樣婆婆媽媽要說回來 為了避免說 她搬到那邊之後 會不習慣啊 悶在家裡之類的 我們從搬到那邊之後 到現在 今天啊 大媽你自己講 是不是每天晚上 都到處帶你出去逛 你家裡家裡家裡 拍片子之後 都帶我出去逛一逛 在新冠三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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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哥他去啊 阿哥巨蛋 然後還有家樂福 保養 保養 是處帶媽媽去逛 大家都是好心啊 就是擔心媽媽不習慣而已 只是說我是 去把這個東西聊出來 這個不是影片效果啊 天地良心啊 是真的 都是講真的啊 其實很多人 可能本身家庭的環境 會讓你覺得好像 在家裡吃飯 就稍微有餐桌 才是對的 這是一個錯誤的觀點 每個人的生活環境不一樣 如果今天有一個很有錢的人 跟你說 他覺得餐餐一定要大於大樓才正常 才叫吃飯 我相信很多人應該也會覺得說 哪有對不對 所以沒有什麼東西 是理所當然 你習慣了 所以你在看別人的時候 會覺得說 為什麼別人不是這樣 我們如果不要把每件事情 都視為理所當然 我在廚房吃東西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只要喜歡 你就算蹲馬桶上要吃 也可以啊 對不對 那是有點誇張啊 有點誇張 所以說生活上 有很多事情 我們不要把它視為理所當然 去看待別人 現在又是廢棄的主意 來刮 蟲蟲請記得要要 這邊處理這麼順利 其實也是很感謝那個 防重的小姐 還蠻用心的 都非常的專業 有想要了解的 你就記得把影片看清楚 之後就不再多做說明 我們也希望說到那邊之後 就是好好的生活 然後好好的工作這樣子 我跟Lia的責任 就是把辣爸辣媽 顧好這樣子 也非常感謝 這間房子啊 真的是 讓我們住在這邊 也二十幾年 差不多二十五年 那這次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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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